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 包括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以及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债务人第二种债务重组方式 也就是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原先债权人持有债务人的债权 现在债务人向债权人发行权益性证券 比如发行股票也就是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对于债权人来讲 此时由债务人的身份变成股东的身份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在这种债务重组方式下 债务人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债务重组采用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的 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 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崩允价值计量 大家想一下 债务人向债权人发行股票 那么股票属于权益工具 发行股票时 债务人要确认股票这个权益工具 按什么金额呢 按照公允价值 注意 如果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则应当按照所债权债务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也就是说 有可能公允价值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那么我们就替代 用谁呢 那就用债权的债务的公允价值来替代 此时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两者之间可能有个差额 这个差额应激入投资收益 这个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请大家注意 有可能是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如果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则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作为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如果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则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来予以确认 好 另外一点 那就是债务人因发行权益工具 可能会支付相关的税费 比如发行股票 支付佣金手续费 这些和我们前面学习的 企业发行股票发生的手续费 佣金的会计处理是一致的 首先应当充减资本工具 股本溢价 如果不足以充减 则依次充减言语工具和未分配利润 那下面呢 我给大家写一笔分路 就是刚才这个文字 我们以分路的形式 因为最终我们在做题目时 可能是落实到分路里面 那下面看一下 假定债务人 欠了债权人 是形成的债务 是通过应付账款可算的 那么今天我们债转股 说白了就是债转股 借应付账款 因为我们已发行股票给债权人了 所以呢 我们和债权人这个债务关系 就应当予解除了 因此我们应当终止确认这个债务 按照什么金额呢 终止确认 肯定是按照账面价值 予以截转 借应付账款 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然后代方 假定 债务人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票 代股本 按面值金额入战 超过面值的部分 记录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如果没有交易费用 那么这就是权盈工具 的公允价值入战 也就是按照权盈工具的 公允价值来确认 公允价值说白了 就是股票的发行价格 或者说市场价格 如果有相关的税费 这个税费 本来是应该充减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把它写到一起了 那实际上资本公积里面 就少了一块 实际上三个合计来 那还是权盈工具的 公允价值 如果权盈工具的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我们就以轻盘债务的 公允价值来期待 然后两者之间一个差额 借方是轻盘债务的 账面价值 贷方这三个合起来是 权盈工具的确认的金额 两者之间的差额 寄入投资收益 贷方或者借方 也就是下面所写的一个版书 此时债务人的债务充足损益 等于清产债务的 扎面价值 就是借方这个金额 与贷方的 权盈工具的确认金额 两者之间的差额 寄入投资收益 注意 此时 我们这个差额是基在 投资收益里面 这个要请大家注意 我们在上一节课学习 债务人以资产 清产债务 包括以金融资产 清产债务 以及以非金融资产 清产债务时 我们提到了 如果债务人以 金融资产 清产债务 那么此时 形成的债务重资损益 是进入投资收益的 但是 如果债务人 以非金融资产 清产债务的 那么要注意 这个债务重资的损益 要寄到其他收益里面 我们回到前面 复习一下 把这几个问题 逐渐的归纳一下了 首先看一下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债务人 以金融资产 清产债务 金融资产 清产债务 我们前面给大家归纳了 包括以债权投资 清产债务 这个差额 进入投资损益 是不是 第二个 我们讲到了 以其他债权投资 底债 也是进入投资收益 这个债务重资的损益 第三个 交易金融资产 我们也是进入投资收益 第四个 甚至这一块 我们上一期可强调过 甚至在这一块 哪怕债权人 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来抵债 那此时也应当 这个债务重资损益 也应当进入投资收益的科目 接着我们讲到第二个是 债务人 以非金融资产抵债 如果非金融资产抵债 这个时候我要注意一下 这个清产债务的 清产债务的账面价 与转资产的账面价的差额是记载 在其他收益 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 第二种债务重组的方式 那就是 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此时这个差额是 债务重组损益时期在投资收益 那有什么规律呢 请大家注意 凡是涉及到金融工具的内容 金融工具 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讲到 金融工具其实是包括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 还包括权益工具 注意 金融工具 这个大概念 它包括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权益工具 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一大类 债务人以资产清产债务 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清产债务 所以一律计入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 此时债务人的债务重组损益 应当是记录投资收益 但是第二种情况 如果债务人以非金融资产清产债务 那么非金融资产 它就是不是权益工具了 那么此时这个债务重组损益 一律记录其他收益 哪怕这里面混合有金融资产在里面 或者说有多种非金融资产 有固定资产 有无形资产 有存货等等 一律记录其他收益 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二大类债务重组方式 以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意味着债务人发行权益工具 也就是发行股票 那么权益工具 刚才讲过 它属于什么 属于金融工具 好了 只要设计是单纯的金融工具 那就是击到投资收益 这个债务重组损益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是要注意这个客户 注意这个债务人清偿债务这个资产是哪一些 或者说是是否是以发行权益工具的 反过来说也可以 只要债务人资产清偿债务中有非金融资产在里面 那么此时这个债务重组损益 一律记住其他收益 其实两条线很清楚 接下来我们结合教材例题来看一下 教材例题2 这个题目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债务人的账务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债务人的账务处理 2020年2月10号 甲公司从乙公司购买一批材料 约定6个月以后 甲公司因节清款项是100万元 甲令五重大 融资产分 乙公司将该应收款项 分类为以公民价值计量 切记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乙公司是债权人 对于他这笔应收款项 我们上一节课讲过这个例题 不要看到应收款项 就是说那就是应收账款 不一定的 我们在金融资产那一章 讲过金融资产的分类 应收的款项 有可能分为贪云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应收账款 也有可能分类为第二类金融资产 以公民价值计量 切记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 稍益的金融资产 也有可能分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那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比如今天我们所讲的这道题 债券就是将这笔应收款项 分类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而债务人甲公司 依旧是分类为汤云成本 计量的金融负债 也就是应付账款 2020年8月12号 甲公司应无法支付货款 予以公司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上方协商乙公司将该债权 转为对甲公司的股权投资 这是让在乙公司的角度 债权转成对甲的股权 2020年10月20号 乙公司半截了对甲公司的增值手续 甲乙公司分别支付手续费 1.5万和1.2万元 债庄股以后 甲公司总股本100万元 乙公司持有的抵债股权 占总共25% 对甲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这意味着对于来说 这叫长期股权投资了 甲公司股权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债务人在进行账务处理时 发行的权益工具 不能直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而应当照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替代 来计量确认 甲公司应付款项账面价值仍然是100万元 2020年6月30号 应收应付款项的公允价值85万元 8月12号为76万元 10月20号仍然为76万元 不考虑税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 让在债务人的角度怎么样进行快捷处理 首先2020年10月20号 由于甲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题目已知 所以甲公司发行股票 甲公司发行的权益工具 它的初始确认的金额 只能以什么来替代呢 以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来替代 今天的公允价值是76万元 题目已知 那么甲公司债务人 应当怎么样进行快捷处理呢 那就是两条线 第一条线债务终止确认 另一条线抵债的权益工具 予以确认 借应付账款100万元 贷方贷实收资本 从题目里面可以看出 这不能叫股本 叫实收资本 因为不是股份有限公司 100万乘以25% 25万 这是25万的比例 那么超过的部分 原则上应当记住资本攻击 资本移价 实收资本对呢 就是资本移价 本来应该是多少呢 本来应该是两者一相减 那就是按照 他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相计算 公允价值是76万 在这儿是吧 76万 然后76万减去25万 相当于是面值的部分 这个实收资本是注册资本的部分 也就是相当于是面值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是25万 一减去以后是51万 本来应该51万全部集到资本攻击 资本移价里面 但是这道题有一个发行权益工具的相关税费 1.5万元 这个要充减资本攻击 资本移价 所以这一块资本攻击资本移价 金额是49万5千 但是三个合起来 是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是76万 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如果你不理解的话 我这样说也可以 也清楚啊 假如把这个资本攻击 我单独做一笔分路 我现在怎么做呢 借应付账款100万 贷十收资本是25万 贷资本攻击资本溢价是51万 因为这两个合在一起 本来这两个合在一起叫权益工具 那么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那应该是76万 按道理应该是76万 是不是 因为按照清偿债务的公允价的替代了 那么银行存款这个我单独写 我另外再做一笔分路 借资本攻击贷银行存款15000 也可以 那样是写的话 你可能更好理解一些 那说明一下都可以啊 熟练以后 我们就直接在资本攻击下面 抵解15000 然后下面一个银行存款 15000 这样呢 我们整个一个这个框框 就是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也就是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 然后计算出债务中处损益 24万 怎么来的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76万 两者之间差额 账面价值100万 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 也就是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是76万 所以投资收益24万 另外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它等于总的整个一个大的框框 是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76万 减去实收资本的部分 减去银行存款手续费的部分 充减资本公积的呗 所以资本公积是49万5千 还是我刚才前面说的 也可以把1万5单独编制分路 那么资本公积 资本一项在这笔分路里面 那就是51万 好 那接着呢给大家写一下 因为考试题呢 经常会考 让我们计算债务人 假公司 债务通组算益 等于多少 那就要 那是计算 小计算的 要列式字的 等于清偿债务的账命价值100 减去悬银工具的确认金额 这道题是清偿债务的公民价值76万 所以损益是24万 大家在做题目时 文字不用写那么多 如果真是主观题考试题 你要写的时候 你就等于100减76 等于24万 就可以了 24万元写出来 单位要写一下 文字不一定要写 我们写出来是给大家标示一下 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好了 这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第二类债务通组方式 债务人以债务稿为权益工具 其实重点是掌握两点 第一点就是对于债务人来说 今天多了一个权益工具 债务没有了 要终止了 多了一个权益工具 此时权益工具按照什么金额入战 那就是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或者是清产债务的公允价值入战 第二点 那就是对于债务人来说 要确认一个债务通组损益 等于清产债务的扎面价值 减去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刚才我们不是把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给确定下来了吗 那么两者相减 就是债务通组损益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第三种债务通组方式 那就是修改其他条款 其实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也举过例子了 在讲债权人账务助理是 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的 修改其他条款 那就是说 原先比如说债务人签了债权人一千万 那今天呢 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 豁免本金两百万 还剩下八百万 延长三年时间 其实对债权人来说 今天一分钱没拿到 对债务人来说 今天其实一分钱都没有还 只是把原来的债务条款呢 做了个修改 时间呢 金额呀 偿还的方式呀 做了个重新的修改 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修改 那么此时 属于叫修改其他条款 那么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修改其他条款 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什么叫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符合适质性修改的条件 也就是说通过债务终止 这个条款修改以后啊 我们原来这个债务和现在 修改以后的债务和原先 那个债务具有本质性的差别了 属于叫适质性修改 此时我们就视为原债务终止 新的一个债务产生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债务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修改条款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那么债务的应当照公允价值 确认即重组债务 对的 所以重组债务就是修订后的 新的那个债务 要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这也符合我们金融工具的准则 企业确认金融负债时 也是按照去承担时的公允价值入战 第二件事 那就是终止确认原先的老的债务 我们不是修改了吗 视为老的债务终止了 产生一个新的债务 那么老的债务 也就是终止确认的债务的占面价值 与新的债务确认的金额 也就按照公允价值确认这个金额 两者之间可能有个差额 老的债务你要终止 要把占面价值截掉 那肯定是占面价值了 那么新的债务呢 我们今天的确认金额上是公允价值确认的 两者之间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这还是投资收益 因为对于债务人来说 其实相当于原先的这个债务终止了 换成一个新的一个债务 那么此时也是金融工具 所以是债务 进入投资收益 也就是下面所写的会计分落 借应付账款 把原债务终止掉 按原债务的占面价值 予以终止确认 然后代方代应付账款 是新的 我都假定是应付账款 都是假定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 我前面有假设的 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 形成的债权债务是 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那么此时 代应付账款 这是什么 这是新的债务 其实就是重组的债务 新的债务就要重组债务 我有时候把它写叫重组债务 那这写的新债务也可以 其实更直观 更好理解一点 其实考试你不要写的 考试你不用写什么 原债务新债务你都不要写的 我们现在写出来是 帮助我们理解的 那这个是按照今天 承担的债务的公营价值入战 然后两者之间一个差额 记住投资收益贷房或者借房 这是第一种情况 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那下面再看第二种情况 也可能修改债务条款以后啊 修改其他条款 并没有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比如我们前面所讲的 不符合市值性的要求 市值性的修改这个条件 或者是仅仅只是导致部分债务终止 那就是也就是说 还有另外一部分并没有终止 那这一块呢 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未终止的部分 继续以汤云成本计量 或者以光云价值计量 说通俗一点 就是说你原先是什么 今天还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市值性的改变 没有市值性的改变 你还是原来的债务 所以没有不能终止 这是第一方面是不能终止 第二 真是因为不能终止 没有终止 所以你原来是什么 今天还是什么 你原来是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么今天还是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还是他自身 你原来是公云价的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今天还是以公云价的计量的金融负债 就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了 对于我们来说 从考试角度来讲 重点掌握第一种情况 修改其他条款导致债务的终止血润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种债务冲突方式 叫组合的方式 那就前面括号一括号二括号三 组合在一起 只要两个在一起就叫组合的方式 比如资产与权益工具组合抵债 资产与修改其他条款进行抵债 或者权益工具与其他条款进行抵 组合进行抵债 甚至三个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那就是排列组合了 至少是两个 最多是三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债务重组 称之为叫组合的方式 此时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对于债务人来讲 如果这个组合方式里面 包含有资产的话 那这个资产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了 关键是后面这两个 还有权益工具 抵债 还有修改其他条款 下面我们看第一点 如果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修改其他条款形成重组债务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吗 因为修改条款对债务人来说 原先老的债务中指确认 形成个新的债务 称之为叫重组债务 那这两个怎么确认呢 其实和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 第一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权益工具的确认 对于权益工具 即使是组合的方式下 其实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债务人转为权益工具的要求 核算的要求是一致的 也就是债务人应当在 初始的确认时 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如果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 则移则按照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 前面也是这么说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就是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的重组债务 这个其实和前面还是一样的 正如我们书上在这所讲的 他说 对于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的重组债务 就参照刚才我们前面所学的 修改其他条款 括号三 修改其他条款的内容 确认和计量 具体来说 两点 第一 如果修改其他债务条款 导致原债务终止确认 那么新的债务 也就是重组债务 那就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刚才是不是这样讲的 第二点 如果并没有导致原债务终止确认 或者只是导致部分债务终止确认 那么对于未终止确认的这一步 该干嘛干嘛 你原先是什么 现在还是什么 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好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就这样过一下 其实还是前面的内容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在组合的方式下 债务重终的损益怎么做 请注意 如果是组合的情况下 那就要看你 缠债的内容里面 有没有涉及到非金融资产 如果涉及到非金融资产 那么统一寄到其他收益里面 这个债务重组的损益怎么算 所清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 以及权益工具的和 重组债务的确认金额 他们的差额 最后的差额 这个差额记住其他收益 虽然这个组合里面 可能还除了非金融资产之外 可能还有权益工具 还有金融负债 或者甚至还有金融资产在里面 那么注意 只要沾到谁的边 非金融资产的边 那么统统记住其他收益 全部算在一起 反之如果仅仅是权益工具 比如说这个组合方式里面 一句话 没有非金融资产 或者说是包含有金融资产去抵债 发行权益工具 金融资产算金融工具吗 算 发行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算金融工具吗 算 还有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重组 重组债务 重组债务也是一个金融负债 属于金融工具吗 也是 如果是这些内容的话 那也就是仅仅涉及到金融工具的时候 则债务重组损益 进入投资受益 所以这里面要区分开来 做题目时 要注意一下 看看这个底债的内容里面 资产里面 权益工具里面 修改债务条款形成的金融负债里面 有没有非金融资产 有非金融资产的话 那么则记住 全部记住其他受益 只有在没有非金融资产的情况下 或者说 只是涉及到金融工具的情况下 则记住投资受益 好 那下面给大家写一个版书 就是有关会计分落 假定修改条款导致债务终止确认了 借应付账款 我要终止确认 然后代方 可能我资产抵债 有非金融资产 按账命价值截转了 然后有金融资产抵债 那么也是按账命价值截转 然后呢 这是什么 这是发行权益工具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要按照它的公允价值入战 这个公允价值注意 原则上是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如果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债务 则按照什么 按照抵债的 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 也就是说你这一部分 发行权益工具 抵的多少债务 这个债务的公允价值来入战 然后还有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了重组债务 那这些呢 其实 合在一起 其实就称之为叫组合的方式 那组合的方式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这用个宽宽表示了 如果啥都有 比如说 非金融资产有 然后和下面表里面 一类 二类 三类 如果有非金融资产的话 还包含有下面一二三 一二三一一吧 这样的标吧 一 二类 然后三类 只要有这些的话 那么合在一起 那此时都这个债务中处损益 一律记住其他收益 只要站到非金融资产的边 那统统记住其他收益 反之如果只有框框这里面的 没有非金融资产 这也有可能组合成组外 比如发行权益工具 然后修改其他条款 那这个时候 或者说还有金融资产去抵贷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里面的三类 其实都是属于金融工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框 仅仅是框框这里面的这些内容 一个两个或者三个 那么都是寄到投资收益 因为仅仅涉及到全金融工具 是这个损益就寄到投资收益 好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点 那么接下来一个提示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企业应破产重整 而进行的债务重组的效益 有一些企业 最后资不抵债 破产重整了 那么此时要注意 企业通常应当在什么时间点 确认损益 确认这个债务重组的收益呢 在破产重整协议 旅行完毕之后 旅行完毕之后 才能确认这个债务重组的收益 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结果具有很大的不曲练性 所以这块注意一下 原则上 通常情况下注意 通常情况下 应当在破产重整协议 旅行完毕之后 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这是一个判断题 假如是一个判断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那就要注意 在什么时间点 在破产重整的协议 旅行完毕 旅行完毕了 所以所有的债务重组的协议 都已经执行完了 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了 此时可以确认 它有个债务重组的收益 所以看题目怎么说的 所以你这一块呢 要注意一下判断题 接下来呢 我们结合教材 第四来看一下 同样的第四 我们在前面讲过 债权人怎么样 进行夸解助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债务人他怎么做 A公司为上市公司 2016年1月1号 A公司取得B银行贷款 5000万元 约定的贷款期限为4年 即2019年12月31号到期 合同连利率与连实际利率均为6% 按年复息 A公司已按时支付所有利息 2019年12月31号 A公司出现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 多项债务违约 信用风险增加 无法偿还贷款本金 2020年1月10号 B银行同意与A公司就该项贷款 重新达成协议 那就是债务重组了 第一A公司已向固定市场核算的返偿 转任给B银行 抵偿债务本金1000万元 该返偿张面元值1200万 累计折旧400万 未提减值 第二A公司向B银行增发股票500万股 面值每股一元 占1% 抵偿债务本金2000万 A公司股票于2020年1月10号的收盘价为每股4元 那这道题里面以债务转为全盈工具 第一个是以资产净产债务 第二个是债务转为全盈工具 这个全盈工具的公允价值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其实就是2000万的公允价值 第三在A公司履行上述偿债务之后 B银行免除A公司500万元偿债务本金 并将尚未偿还剩余的部分1500万 涨期至2020年12月31号涨期一年的时间 利率改了有7%提高到8% 如果A公司为了履行一和二 那么B银行有权终止债务充足协议 B银行以汤银成本计量该贷款 B银行是债权什么 以计题贷款损失准备是300万元 该贷款于2020年1月10号的公允价值 4600万元 与涨期的贷款的公允价值为1500万元 2020年3月2号双方办理房产转任手续 B银行作与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3月31号B银行提了100万的损失准备 2020年5月9号双方办理完成股权转任手续 B银行将该股权投资分类为交易型金融资产 当天的收盘价每股4.02 B银行予以涨期的贷款的公允价值为1500万元 A公司以汤银成本计量该贷款 截至2020年1月10号 占面价值为5000万 不考虑相关税费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债务人应该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首先一段文字实际上是帮我们理解的 就是债务人什么时候确认债务重续损益 这个和我们前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只有到2020年5月9号 办理了股权转任手续以后 对于B银行来说 这个债务重续的执行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才消除了 此时才可以确认债务重续的损益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债务人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 因为债务人涉及到以固定资产返产去抵债 所以债务人首先要固定资产清理 两笔分路 一个是借固定资产清理 账面价值800万 另外一个就是抵债 因为这道题涉及到分期来履行债务重续协议的 3月份先打返产底了 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才办理了股权转任手续 它是分期的 所以在3月2号这一天 作为债务人来讲 首先以返产抵债 那么抵多少呢 这个账面价值是800万 虽然我们题目里面说了抵债底1000万 但是呢 这个地方要注意 因为我们如果这抵债底1000万 我在上一天说过债权人的做法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是1000万 那么这个地方800万是这个上面这个数字 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差额的问题 那这个差额呢 就涉及到损益 我们刚才就讲过 在债务重组执行的结果 尚未这个不趋利性因素消除之且 债务人是不能损损的 所以债务人在今天 只能按照先按照占面价值 抵掉债务这个清产的债务 长期借款是800万 对于债务人来说叫长期借款 债权是银行叫贷款 好 先抵800万 而不是1000万 接着在2020年5月9号这一天 修改了整个股权转的手艺 并且修改了其他条款 现在我们要算一下 是否是属于市值性的修改 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 要计算两个限制 第一个是重组债务的未来 现金流量限制 重组债务就是修改以后的 1500万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 总共是5000万 5000万里面 然后房产抵了1000万 然后发行股票抵了2000万 其实还剩下2000万 然后这个2000万里面呢 豁免了500万 剩下的2000万里面 豁免200万 所以剩余的还有多少 还有一千五百万 也就是说原来债务呢 本来是2000万 原来这个债务本来是2000万 但是现在呢 修改其他条款了 因为总共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里面的结构 原来总共是5000万 然后房产抵了1000万 发行股票抵了2000万 那总共就3000万了 实际上还剩下多少 还剩下2000万 2000万就是原来的债务 但是呢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程序 修改其他条款 修改其他条款 一般都是放到最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修改条款 那就剩下有多少才修改 所以修改条款放到最后 修改以后是1500 这个1500称之为叫重组债务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重组债务延长期一年 一年以后 那么一年以后 合同利率是8% 所以对债务人来说 未来现金流量 一年以后是1500 乘以括号 一加8% 但是我们今天要算限制 所以要折到今天 折到少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 在判断实际性修改的时候 讲过 要按照原合同的实际利率 原合同实际利率实际上是6%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按照6%折现 算下来是1528.3 然后原债务呢 是2000 原债务2000 如果那个2000不修改的话 一年以后 那实际上是本金加利息是2000 乘以括号 一加6% 那么他的实际利率还是6% 所以还原成6% 他的限制是2000 这个很好理解 今天的价值一块钱 今天的一块钱 价值 限制也就是一块钱 所以今天的2000万 那么限制还是2000万 这样的两者算出一个差额 差额底上原债务的先进流量限制 算出来这个比例是超过10%的 所以属于实质性修改 既然是实质性修改 那么债务人将原债务中指确认 同时要确认新的债务 按什么金额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新的债务 那就是重组债务 接下来就是编制 夸击分路 编制夸击分路 借长期借款本金 注意这啥意思啊 这就是原债务 我们要予以终止确认 不实质性修改了吗 既然实质性修改了 那么原来的债务要终止确认了 原来债务是多少呢 总共是5000万呢 我们前面抵了800万 所以还剩下4200万 因为原来我们那个题目里面 我前面讲过 是和这个合同利率和和实际利率是一样的 所以都是6% 因此没有利息调整 所以当时那是5000万 抵债抵了800万本金以后 还剩下本金4200万 没有其他的 没有利息调整 接着根据这道题 今天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呢 是按照权益工具的公云价值入战 面值多少500万 每股面的一元500万股 所以带股本500万 接着资本工具 这儿要注意了 资本工具 今天的价格是多少了 注意 按照确认时的公云价值入战 今天是4.02 所以要4.02乘以500 然后扣掉面值部分 这样剩下是1510 注意这一块是1510 这儿不能按4 4.0算 要按照4.02 好 这是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接下来另外一件事 因为我们不是修改其他债务条款了吗 修改以后呢 涨期一年 那实际上变成什么了 变成短期借款 变成短期借款 所以这是 这是重组债务 这一点注意 这个债务叫重组债务 你看 原来是长期借款 现在变成短期借款了 那其实它就是因为发生了 事实性修改 可原来的债务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本质性的变化 所以这是重组债务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是多少呢 按照今天的光云价值 也是按照光云价值入战 也是按照光云价值 那么光云价值是1500万 题目已知 光云价值是1500万 我这下面一个提示 本地假定 币银行运以涨期的贷款赛 5月9号 也就是确认这一天的 贡资价值1500万 所以这个短期借款是1500万 然后最后算出一个 差额 记录 其他收益 诶 那这为什么其他收益呢 这不是权益工具吗 这不是重组债务 这两个不都是金融工具吗 为什么这是其他收益呢 这道题的特殊性在于 还有一个在前面已经做过了 那就是固定资产底带了 如果这个固定资产 是在同一天办你手续的 假如也是在5月9号的 那这个分路你也好理解了 那就是借长期借款 本金总共是5000万 总共就5000万 然后在这个分路的贷款 还多一个固定资产清理 假如是同一天的话 那你想一想 是不是有个固定资产清理在贷款 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好理解 借长期借款本金5000万 不用分解了 就是5000万 正因为有了个固定资产清理 在里面 也就是说有非金融资产底带 所以这个差额 要寄到其他收益里面 好 这是我们书上这道题 这我也给大家标了一下 这个上面这个长期借款是原债务 这个短期借款是新债务 修改其他条款以后的新债务 称之为叫重组债务 好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再补充一道题 这道题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一部分 那么当时只是学习 只是在学习事实性判断的时候 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把这道题再延伸一下 甲公司为一家制造业上市公司 2021年7月1号 甲公司就其所欠 丙银行的两个亿贷款 与丙银行达成重组协议 协议如下 第一 甲公司向丙银行增发普通股股票 1000万股 美国面市一元 占1% 对甲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拥银抵偿债务本金是13700万元 甲公司股票2021年7月1号收盘价 每股是3.7元 那么1000万股正好抵了 光云价值是13700 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的光云价值 第二 在甲公司履行上述常债义务之后 丙银行免除已公司1260万元的债务本金 并将尚未偿还的本金 5040万元 涨期至2022年7月1号 合同年利率为7% 如果甲公司为了旅行增发股票 1000万股 产债的义务的话 那么笔银行有权终止 甲公司上述贷款期 2016年7月1号从笔银行获得 约定的贷款期限为5年 也就是2021年6月30号到期 合同年利率与年实际利率均为5% 按年复息 甲公司已按时支付所有利息 2021年6月30号 甲公司因2020年公共卫生事件 其实我编这道题不就是讲的是新冠疫情吗 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出现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 多项债务违约 信用风险增加 无力偿还贷款本金 甲公司以贪云成本计量该贷款 截至2021年7月1号 该贷款账面价值2个亿 公允价值1.8个亿 笔银行与涨期的部分的贷款 公允价值为5355万元 本题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第一 根据删除资料 判断甲公司与严银行的债务重组合同条款 是否进行了实质性修改 并说明理由 以及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是否进行实质性修改 以及说明理由 我们在上一节课 我们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就说了 另外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那我们今天已经学习了 那待会我们来看 怎么样去答题 第二件事情是 根据删除资料编制甲公司 也就是债务人 债务重组相关的会计分录 下面首先看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我不用再说了 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就是计算两个限制 一个是重组债务的限制5136 第二个是原债务的限制6300 两者之间的差额 比上原债务的限制 算这个百分比超过10% 所以属于实质性修改 这就是理由 另外一件事还要回答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要注意审题 第一是否回答是否实行修改 第二说明理由 第三如何进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既然实行修改 那么债务人应当终止确认原债务 同时按照公允价格计量重组债务 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 终止确认债务的占命价值 与重组债务确认的金额 两者之间差额要进入当期损益 这是就是实行修改这个问题来说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题 编制假公司有关债务重组的快捷翻诺 借长期借款两个亿 没问题 贷方贷股本 按照题目的条件 股本面值一个亿 然后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值超过的部分是12700 这是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然后实行修改延期一年 这个涨期的部分 记在短期借款里面 因为是一年的时间 记在短期借款里面 那么此时呢 应供是按照公允价值处战 5355 接着我们算最后一个债务重组损益 记在投资收益里面 那这道题为什么投资收益 这道题不一样了 我在编这道题的时候 有意这样来写的 那就是这道题 没有非金融资产抵债 它是哪几个抵债呢 一个是债务重组权益工具 第二个是修改其他条款 这两个来抵债的 所以它没有非金融资产 仅仅涉及到金融工具 所以此时债务重组损益 记在投资收益里面 然后金额是945万 其实这道题还可以增加一个小计算 那就是计算 奖公司债务重组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等于清禅债务的扎面价值 两个亿减去清禅债务的 公允价值 这个公允价值 包括全银工具的公允价值 包括重组债务的公允价值 然后算这个差额 这实际上是列个柿子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给大家讲完了 有关债务人不同的方式下 债务重组分别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实际上我们到这儿为止呢 这一张内容就基本上学习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将这一张所有内容 再进一个总的一个归了 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 是分这样一个思路 先讲债权人不同的方式下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每一种债务重组方式下 我们给大家结合教赛立体 分析了一下 然后我们再讲了一下 债务人的不同的方式下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债务人和债权人 在横向的进行比较一下 在不同的方式下 他们俩分别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 整理一张表出来 首先看第一种债务重组方式 那就是债务人以资产进行债务 或者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在这里面其实细分可以说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资产进行债务 另外一种情况是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资产进行债务又细分两点 一以金融资产产占 第二以非金融资产产占 首先看第一点 债权人受难金融资产 也就是说债务人以金融资产产 此时债权人怎么做 债务人又怎么做 先看债权人 第一步 债权人对于受难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 按照光云价值计量 我们现在算复习了 把整个这一章 重新给大家复习一下 拎一下 那这第一小点很好理解 对于债权人来说 取得金融资产 按照金融工具 准则的要求 应当以取得时的 公允价值计量 毫无疑问 第二点 债权人要算一个债务重组损益 那就是 以金融资产确认的金额 与债权的 终止确认日的张面价值 两者之间差额 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进入投资收益 大家想一想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一方面 我取得一个金融资产了 另一方面 我的债权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权力 终止了 我要将我的债权 要预议终止 终止肯定是 按张面价值的终止 金融资产确认 是按照公民价值的确认 那么两者之间 可能有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那么债务人怎么做呢 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抵债 那么一方面 他的债务没有了 另外一方面 他的金融资产也就没有了 那么债务没有了 按照片价值节短 金融资产没有了 也是按照片价值节短 所以对债务人来说 他都是照片价值 借方是债务的照片价值 比如借应付账款 贷方 贷某某金融资产 也上了照片价值 然后直接一个差额记录 投资收益 这是金融资产抵债 再看第二小点 如果债务人以非金融资产抵债 债务人受让的是非金融资产 那么先看债务人怎么做 两点 一 受让的非金融资产 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来计量 也就是说按照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加上相关税费 作为我受让的非金融资产 比如我接受抵债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从获的入战价值 第二件事 债权人要算损益 债务中足损益 那就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与我放弃的债权的账面价值 我的债权不是没有了吗 是不是 那么此时两者之间差额 记住投资收益 这是债权人 他的债务中足损益 以债权的公允价值 减去债权的账面价值 我债权要终止掉 所以按账面价值终止 按账面价值结准 两者之间差额 记住投资收益 那债务人怎么做呢 债务人他是多项资产 比如说以非金融资产抵债 那么包括单项的非金融资产抵债 也包括多项的非金融资产抵债 甚至还包括有混合的既有金融资产 也有非金融资产 多项资产一起去抵债 那么对他来说 一方面我的债务没有了 另外一方面 我的抵债的资产要终止确认了 所以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抵债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个抵债资产 包括金融资产在内 包括非金融资产 因为可能是多项的 正是因为有非金融资产在内 所以他的债务重收损益 记住其他收益 这里面又来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我只有一项非金融资产 我就以固定资产抵债 毫无疑问 债务重收损益 记住其他收益 第二 我有多项非金融资产抵债 有一项固定资产 有一项无形资产去抵债 那么这也是非金融资产 债务重收损益 记住其他收益 第三 我有非金融资产 而且还混合有金融资产在里面 那么我不分了 即使你有金融资产 也是通通算在一起 其他收益 那么这里面又来了 我们发现 前面 金融资产的情况下 债权人收益金融资产的情况下 债权人的债务重收损益 记到投资收益 债务人的债务重收损益 也是记到投资收益 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 非金融资产抵债的情况下 债权人是记到投资收益 债务人是记到其他收益了 不一样了 我想说一点 归纳一下 现在我们就是归纳 对于债权人来说 不管什么情况 债务重收损益 都是记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他只有一个科目 叫投资收益 为什么呢 对债权人来说 他什么少掉了 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来抵债 对他来说 是他的债权少掉了 债权是什么 债权属于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 终止确认了 那么所有的债务重收损益 统终击到投资收益 因为对他来说 他就是债权减少了 是不是 债权要侵缠掉 要终止确认 债权属于金融工具 他是金融资产 属于金融工具的范畴 所以对债权人来说 不管那种方式 债务重收损益 只计一个科目 叫投资收益 但是债务人不一样 债务人如果收赏金融资产 毫无疑问 属于金融工具 因此记载投资收益 第二 如果债务人 以非金融资产抵占 或者说 以包含金融资产在内的 非金融资产 一起去抵 多项资产去抵占 你只要有非金融资产在里面 那么全部去到其他收益里面 这样就区分开来了 再来看 我们刚才讲 第一大类常债方式里面 其实细分两种 第一 资产抵占 刚才已经讲过了 有金融资产抵占 非金融资产抵占 还有一个是 债务转于工具 我们还没有讲 那接下来 我们在Quale里面 还涉及到 债务转于 悬疑工具的债务 这种债务重组方式下 对于债权人来说 毫无疑问 他是接受金融资产抵占 对于他来说 债权人可能作为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或者说是交信金融资产 也有可能作为什么 也有可能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这里面 债权人就不用说了 就按照前面所讲的 那么债务人 以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他是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权益工具 所以债务人要确认权益工具 按照什么金融呢 前面说过了 原则上 按照权益工具本身的供允价值 但如果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 不能格好计量 则按照谁 按照所经常债务的供允价值 以他来替代 好 这是第一点 关于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他要对于权益工具初始确认 按什么金额 那就是按照供允价值 第二 对债务人来说 清偿债务的账变价值 与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这个确认金额 有可能是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 有可能是清偿债务的供允价值 这两个 那么两者之间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这是投资收益 没错 因为权益工具 属于金融工具的范畴 接下来再看第二道例 那就是修改其他条款 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第一 通过修改以后 导致全部债权终止确认 比如说符合适质性修改 第二种情况是 修改其他条款 并没有导致债权终止确认 或者只是仅仅导致部分债权终止确认 分两种情况 重点掌握第一种情况 导致债权终止确认 先看债权怎么做 债权2.1 如果导致全部债权终止确认 那么他一定要把这个原来的债权 要终止掉 同时通过修改以后 形成一个新的债权 甚至不叫什么 叫重组债权 是不是 重组债权 也就是形成一个新的金融资产 只要是新的金融资产 只要是金融资产 那么在取得时 那都是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对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会计分路 比如前面讲过借应收账款 新的债权 重组债权 代应收账款 老的债权修改掉了 相当于把老的债权终止了 然后向新的债权 按公允价值确认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这种情况下 债务重组损益的计算 那就是重组债权的 这个确认金额 与老的债权 终止确认日 这一天的当面价值 这个债权是新的债权 下面这个债权是老的债权 要终止确认 按单面价值终止确认 所以两者之间差额 记住投资收益 还是投资收益 债权人都是一个科目 叫投资收益 因为它都是涉及到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相当于将金融资产处置了 那金融资产处置了 那么它应当记到投资收益里面 此时债务人呢 两件事 第一 债务人修改以后的债务 甚至叫什么 新的债务叫重组债务 债权人修改以后的债权 叫重组债权 债务人修改以后的债务 叫重组债务 重组债务也是属于金融工具 只要是金融工具 那么在初始确认时 都是按照风云价值计量 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债务重组损益 终止确认债务的单面价值 于重组债务 我不是又形成一个新的债务吗 叫重组债务 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 记住投资收益 为什么投资收益 前面说过 因为你这个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新的重组债务 其实它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金融工具 属于这个金融工具 既然是金融工具 那么那实际上就是 进入投资收益 第二个是修改其他条款 并没有导致债权终止确认 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 因为没有导致终止确认 所以还要保持原来的金融资产 或者金融负债 所以叫继续 继续 原先是什么计量 今天还是什么计量 你原先是什么 今天还是什么 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情况作为了解就可以了 主要是掌握第一种情况 修改其他条款 导致全部的债权 终止确认 债权人和债务人分别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接着第三也是最后一种方式 叫组合的方式 这是最复杂的一种方式 对于债权人来说 第一件事情 要按照修改以后的条款 修改以后的条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两个 一个是新的金融资产 一个是受让的金融资产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怎么区分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 是叫组合的方式 组合的方式里面包括 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抵债 以非金融资产抵债 以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还有修改条款 那么在这个组合里面 有可能会修改条款 修改条款就意味着 一个新的金融资产 叫什么 叫重组债权 重组债权 刚刚复习过 按什么金额入战 按照欧云价入战 第二件事情 还有可能什么 债权人还有受让的新的金融资产 比如 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抵债 我们受让的金融资产 这也是新的金融资产 这个也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好 这是讲的是金融资产这一块 那么非金融资产呢 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各项资产 我们统称叫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 按照什么金额入战 按照 泛弃债权在合同生肖日的公允价值 透出刚才两个公允价值 一个是受让的金融资产 一个是重组债权 重组债权就是刚才说新的金融资产 这个单日的公允价值 按照这个金额入战 当然有进项税抵扣 要减去进项税 这是单项资产 如果是受让的是多项非金融资产 还要按照各项非金融资产 在合同生肖日这一天 公允价值所占的比例分摊下来 要进行分配 第二件事情 对债权人来说 此时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差额 还是投资收益 所以对债权人来说 任何情况下 债务重组的债务重组损益 都是记在投资收益里面 原因那就是因为 它是应收账款中止确证 所以对它来说 相当于 就是说 把原来这个 应收账款要予以重组 确认处置 那就是投资收益 再来看债务人怎么做 债务人在组合的方式下 第一 他的权益工具 他可能有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 我们刚才复习过 按照权益工具 在出持确认时的 公允价值入战 或者是他的 所清产的债务的 公允价值入战 第二 如果有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重组债务 重组债务 那和前面所讲的一样 那就是按照 他的 处使确认的金额 也是按照 公允价值入战 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 债务重组损益 所清产债务的 单位价值 比喻转让资产的 单位价值 以及 权益工具的 确认金额和 重组债务的 确认金额 为什么有三个呢 第一个是你可能有 资产抵债了 那要按照 张面价值 截转 包括金融资产 包括非金融资产 也有可能什么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也有可能修改 其他条款 导致形成了 重组债务 那后面这两个呢 都是按照 公允价值 这个确认金额 是公允价值 上面这个是张面价 这样送的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要区分 我们刚才复习过 如果这里面含有 非金融资产 那么全部寄到 其他收益里面 如果只是设计 金融工具的内容 那就是投资 收益的科目 我们在做题目是要看 刚才我们讲教材立体 讲完以后 教材立体 因为涉及到一个 固定资产底债 所以教材那道题 最后的损益 是寄到其他收益 但是我后来又给大家 举了一个例子 那个例子里面 组合的方式 它又是叫投资收益 因为我举的 那个例子里面 没有 这个非金融资产底段 它是包括 一个是债务转为 权益工具 另外一个是 修改其他条款 所以它仅仅 涉及到金融工具 所以它可以 寄到投资收益 这是有区别的 好了 那么到这位置 我们这一章内容 就学习完了 那下面给大家 小结一下 我们这一章的重点部分 第一个要掌握 不同的债务重处方式 第二个要掌握一下 债权 债务终止 确认的条件 更关键的是 分别掌握债权人 和债务人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包括债务人 和债权人 债务重处 损益的计算 第三呢 还要注意一下 我们前面提到的 有关全性交易 在债务重处中的判断 我们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然后还做了一道题 哪些部分 适用于债务重处准子 哪些部分是适用于 属于全性交易 债务重处准子的这一部分 债权人和债务人 要确认债务重处损益 而不适用于债务重处的部分 或者说是属于 全性交易的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 记住一个原则 不确认损益 不能确认损益 不管是债权人 还是债务人 都不能确认损益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要学习的内容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